嗨 各位親愛的觀眾們 大家晚上好啊 今天除了這個直播之外呢 要來跟各位介紹一個 這個即將要上市的新產品 下週二要上市的新產品 這個是一個 由圓鋼科技 Evermedia他們推出的一個 全新的擷取卡 GC570D 畫面上看到的就是這盒 GC570D Live Gamer DU 欸 D U O DU 為什麼叫DU呢 除了我自己覺得啦 這個DU的意思 除了屌之外 DUO的本身在英文裡面就是兩張的意思 為什麼兩張呢 它是一個全球第一個支援雙HDMI輸入遊戲擷取卡 它可以同時擷取兩個1080P的影像 這代表什麼 我們等一下給各位看 真的是超屌 可以在一張擷取卡裡面做到兩張擷取卡的效果 然後它裝上去的樣子呢 下面那張的擷取卡 你可以看到畫面上下方 有一個Evermedia的對不對 那個是我原本的擷取卡 而且它有RGB燈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影片 現在我們講求什麼 就是在這個直播的這個世代啊 大家都講求的 包含可能要展現這個 你這個直播工商 要做這個教學影片 要做這個比賽 對不對 有些有些遊戲實況的比賽啊 或者是一些這種才藝表演 就各種內容平台呢 它必須就是要把它拉到這個直播上去進行嘛 對於我們這些遊戲玩家來講對不對 這個擷取卡 已經是這個我們說實況主必備的一個設備 我跟你講 你沒有擷取卡 不要說你要當實況主 真的 你沒辦法玩遊戲啊 你像PS4像Switch 你沒有擷取卡 怎麼抓到電腦上去玩呢沒辦法 我自己原本是用的是這個 GC570 那他們即將要下禮拜推出的是GC570D 這是強化版 這個是一般的所謂的七彩霓虹 就是它會是 就是漸變這樣過去 那下面那樣是舊的結局卡 所以就是我GC570跟570D的差別是 570D在RGB的這部分呢 它又更加的強化了 所以在對於你那些機殼想要做這種 呃七彩霓虹燈的 或是那個光污染的那種電子花車啊 它是可以讓你的這個機殼裡面機箱裡面 更具這種個性化的設計 另外一個模式是長這樣子 會呼吸的這種七彩有沒有看到 這樣閃啊閃啊閃啊 對 再來我們看一下它這個 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直接把它的規格給切上來啊 如果想煮電子花車又想要當遊戲實況主的 一定要配備這個啊 來 支援這個兩通道進去的HDMI的Input 它可以一個是否你 另外還是否你其他的遊戲 對不對 這是非常棒 再來第二個是什麼 它相較於GC570 就是前一個版本之後呢 這一次的GC570D啊 它支援到了4K 4K 我看 因為現在PS4的Pro嘛 本身就有支援這個4K的畫面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你的螢幕 可以顯示到4K的話呢 這個擷取卡可以直接幫你輸出4K的畫面 缺點是什麼 就是它在錄製的時候 還是只能錄製1080p 但是你自己在玩的時候呢 是可以到這個4K的畫面 第三個呢它支援到最高的這個畫面刷新率呢 不是60fps喔 是到240fps 第四個呢就是我說這個RGB lighting 剛才給各位看過這個 會呼吸的這個RGB lighting啊 很明顯可以看到說 它跟之前上一代的差異在哪裡 現在畫面上就是兩張擷取卡嘛 我們今天這樣看的話 假設這樣子 上面這個是新的 下面是舊的 所以原本那張擷取卡 只有支援一個input一個output嘛 那這一張擷取卡是 全球目前首創的第一個 雙HDMI輸入遊戲的 那HDMI雙通道的好處在哪裡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今天我一個畫面可以像我今天這個遊戲實況 我不是手機就是要裝一個擷取卡 進去之後呢 假設我今天想要再拍我的手部特寫 或是我想要一邊玩這個手機 一邊拍我的這個料理的過程 對我一邊玩手遊 一邊怎麼料理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用另外一個相機 再抓一條HDMI進去 簡單來說呢就是說現在假設 各位看到我現在是視訊是這個嘛 是這個視訊是這個 但如果說今天我再裝一個 攝像機再拉過來的話呢 我就變成我有雙鏡頭 可以直接照到我的臉 但不管怎麼樣 其實攝影機 配合這個擷取卡 你就可以做到攝影機同時照你的手 以及你可以同時擷取遊戲 我們各位示範一下 那假設 我們今天想要同時開PS4怎麼辦 就是我今天玩手遊玩到一半 我想要開PS4 沒問題 我們現在把PS4打開 我們把它切到另外一張擷取卡裡面 就是另外一個通道裡面 它就會同時擷取PS4的另外一個畫面了 來了 厲害吧 所以 我可以同時玩iPhone 就是這個畫面 同時呢又有PS4 真的牛逼 我真的是頭皮發麻 真的很屌 真的很屌 另外更屌是什麼 今天如果你不爽 這個只有玩一個遊戲PS4 你可以PS4開起來 錄影之外呢 再開一個OBS 然後再用擷取卡的方式 直接去抓另外一個畫面的Switch 你就可以同時在PS4 跟Switch同時錄影 只要你電腦撐得住 做PS4遊戲實況啊 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做實況 就是我們把它擷取卡投上來 然後拉滿版 對 這是所有實況主在實況那些 包含你們說的人中之龍啊 或者是像是那個 P5S就是 Parasona 女神一文路之類的 會擋一些擷取 就是用PS4內建實況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實況主都是用擷取卡解決的 假設你有這種雙通道的需求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G7570D 對 這個電腦要夠好喔 要躲好 這個就是我覺得 對於一些觀眾來講 是一個比較硬的層面 對 它的規格是這樣子 它是兩個 我剛才不是說的是這個 兩個插孔嗎 雖然兩個插孔 一個是Input1跟Input2 那Input1的本身 它的HDMI是2.0 另外一個是1.4 對 那2.0跟1.4 差在哪裡 這個其實就可以跟各位再稍微帶一下說 所謂的2.0是什麼東西好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收文解釋 好所謂的這個 HDMI2.0 指的就是說它可以支援到這個 3840×2160的解析度 60fps以上的更新率 另外的部分呢 在音頻的部分 可以最多到32聲道 以及這個1536的這個採樣率 那之前的HDMI1.4版本 雖然可以做到 就支援4K的畫面 但因為受限於這個頻寬的限制啊 所以只能到這個 3840×2160的這個解析度 以及30fps的幀率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玩4K遊戲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插 Input1 對 2.0的那個HDMI2.0 那如果說 另外一個畫面像是那個 相機的部分 你就可以插HDMI1.4的那個第二個孔 這樣子啦 它的 作業系統 一定要WIN10 而且是要64位元的 第二個是它的CPU 就是那個 處理器 必須要是i5的6代以上 或者是AMD的 RESEN5系列以上 就1600以上 第三個 它的這個顯示卡 GPU要是1050以上 或者是AMD的 R7的560以上 你的CPU跟GPU有很大的要求 那GPU 基本上我覺得 推薦各位 最基本 我覺得1060是基本了啦 真的是基本 1060是基本 那像我是1660 它的運作流程是怎麼樣 來給快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 你的遊戲 插在HDMI的 然後你的Canon相機 或者是你的其他攝影機 就插在這個 In2 那你如果要把它放到你的螢幕上哪裡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Output出去 如果你今天沒有要Output到哪裡的話呢 就把你這個PCIE插到這個GAME兩個的地方的 那個擷取卡 插進去 插在你的主機板上面 對 然後它是隨插即用 對 只要你電腦符合規格 驅動裝好就可以隨插即用了 然後就可以到你的OBS直接把它擷取出來了 就這樣子 非常簡單 雖然好用 但它的售價相對來說也是高的 它的建議售價 790 對 小學生 不是小學生啊 對 剛出社會的大學生來講 可能會偏硬 對 它需要插電嗎 不用 它就是直接隨插即用 吃那個主機板的 對 啊你為什麼說 790我覺得還好的原因是因為 它做到了兩張擷取卡的效果 而且是在一張 電腦裡面 你要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做雙 雙鏡頭的直播 其實你就必須要再買兩張擷取卡 那 如果你單買一張這個 GC570 就是它上一代的話 價格是 390 對 所以390你乘以2 其實你還賺500塊啊 那我有問廠商說有沒有折扣嗎 他說這次沒有啦 下一次如果各位還喜歡的話 他要找我工商的話 就有機會有了 對 那這個商品呢 在下週二開賣 我相信應該有些比較厲害的一些台的實況主 應該會買 對 應該會買 因為實用性太高了 我今天想要玩手遊 想玩PS4的話 我就不用那邊插插拔拔了 你可以看很多實況主不是都在那邊插拔 那像我現在的話我就可以 之後如果相機我不接USB 我也可以直接接HDMI過去啊 對呀 以上呢就是關於本次這個 GC570 GC570D LIFE GAMING DUA 的工商介紹 希望各位會喜歡 他裡面的盒子其實我覺得蠻漂亮的啦 可以看一下 他是走一個純黑的設計 對 你看 對啊 Evermedia 而且好處是什麼 他還附贈一條HDMI耶 超爽 對 他還送一條HDMI線 對啊你去外面買一條HDMI線其實不便宜 他還送一條 對啊 希望各位會喜歡這次的產品介紹 那我們工商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見